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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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舒香 今天要來分享我的打者裝備配置 以下是我的配置給各位做參考 以這張雅兹卡做例子 第一個是護目鏡 一樣是護目鏡 護目鏡我比較喜歡用的是手臂加3 因為我覺得控球可能 對我來講比較無感 所以我會用的是手臂加3 當然也是可以用控球加3 如果你的打者就是 存DH 他只能打指定打擊的時候 這時候就會用 選球加3比較好 然後第二個是球棒 球棒我都是用打擊加3 這邊會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如果你是用打擊加3的話 他是左打右打各加3 所以你跟 使用力量加3的球棒比起來的話 你的總能力值 用打擊加3的會比力量加3的多3點 當然也是可以用力量加3的 只是我比較喜歡用打擊的 然後第三個是打擊手套 打擊手套我是用力量加3的 當然還有另外一種是 選球的加選球的 那跟護目鏡一樣 我比較不喜歡點選球 所以我就會用力量加3的 然後第四個是 手套 手套的話我是比較看情況的 外野手的話 通常會配置的是 傳球加3 還有捕手也是 會配置傳球加3 然後 內野手會比較偏向用 手背加3的 然後第五個是 護... 沒差 看得懂就好 我是用打擊加3的 因為跟 剛剛球棒一樣 如果你是用打擊加3的話 會是左右打各加3 在這種情況的話 就會比 你用選球加3的 還要多 三個總能力點 就像左邊下面這個 顯示的一樣 然後最後一個是釘血 我比較喜歡玩 打力術 所以釘血這邊 我會配置的是 跑累加3 當然如果你是 補手也是可以配置 傳球加3 或者是外野手 也可以配置傳球加3 基本上我是比較喜歡 玩攻擊的 所以我就是會配置在 跑累加3 這部分 以上是 我的裝備配置 給各位做參考 當然還是老話那句 就是 自己配置自己最喜歡的 才是 最強的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喜歡的話 別忘了幫我按個喜歡 也可以訂閱頻道 追蹤第一手消息 旁邊的小鈴鐺也記得打開喔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了 掰掰 最喜歡的 超級別的